上一世,女儿非要嫁给又远又穷的老男人,全家阻止却被他记恨一生,伙同男人害死全家,这次他依旧在网上哭诉,父母阻止他和真爱在一起,我装作路人甲评论简单啊,只要跟你爸妈断绝关系,以后谁也管不了你,他不知道,他根本不是我的亲生女儿,爸妈好讨厌,非要阻止我和真爱,好想让他们去死啊,看到熟悉的聊天截图下片文宋锦绣,冰凉刺骨的话语,我只觉得骨头缝都是凉的,全身疼痛,奄奄一息的感觉,和上一世的经历还� 毕丽在目,上一世我刷到这个动态,只觉得是孩子的口无遮拦,所以我更加深入地和他举例子,讲道理却只换了他更多的厌恶,后来他找了个时间,偷偷地跟着那男人跑了,等到生米煮成熟饭,他带着孩子求到了我们面前,想要我们去看看他,虽然恨铁不成钢,但到底还是心疼他,所以全家驱车去那偏远的地方看他,没想到这一去就是踏上黄泉路,他们早就安排了货车超车,又在所谓接我们的路口晃动,强光让人眼睛瞬间失明,车子不受控制地撞 放上一旁的巨石,而内地原本就是个落石高发区,山体的落石砸中我们的车子,老公和儿子当场死亡,等到车辆自动报警,我被抬上救护车,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,而我的女儿宋锦秀,她挽着那男人,面色平静地开口我们不治了,我妈已经这样了,就回来的机会也小,医生劝道,你妈求生意识很强,说不定能够活过来的,一边的警察也跟着劝说是人命,关天该就还得救,宋锦秀却吃笑一声,说不定你一句说不定,就让我们掏这么多钱去救啊,我可没钱,你要 那就你给他花钱啊,一边说着,一边抬手取下了我的氧气罩,劝着的两人脸色清白,只好走远了些,不再多言咽气,那刻,我听到宋锦秀挽着那男人撒娇老公,太好了,我们有钱了,以后再也没有人会给你脸色看了,可这一次,我看着这条动态,笑着笑着就流下了眼泪,这个白眼狼可不仅仅只是口无遮拦,他是真的觉得我们很烦,想要我们去死啊,我冷笑一声,在一片教育他批判他的评论区里,缓缓地说道,想要追求真爱还不简单啊,和他们断绝关系啊,看 看他们谁还能管你,宋锦秀谁都没回,却独独私聊了我怎么做,断绝关系之后,他们真的不能管我了吗,我慢悠悠地说道,就去家里闹呗,让外面的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关系不好,你再签个协议,断绝关系不就好了,宋锦秀有些犹豫,这真的能行吗,我勾了勾唇,有些无所谓的回到行不行,还不是试了才知道,话一说完,我就不再搭理他,这个号是一个信号,过几天我就给他注销,根本不担心他会知道,和他对话的人会是我,我看着这个熟悉的家,看着开门出来拿个水果回放 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的宋锦秀,只觉得可笑极了,宋锦秀是老公一个朋友的女儿,当年那个朋友送老婆去生产时,出了车祸,他老婆受伤严重,却还是撑着最后一口气生下了,他朋友的父母早已离世,那些亲戚是他为洪水猛兽,根本不配要他是我的,老公看在他可怜的份上,收养了他,这些年所有人都对他视如己出,甚至为怕他多想,并没有告诉他他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,我们送他学才艺,接受最好的教育,满足他的所有愿望,直到大三万年暑假,他外出旅游回来,宣布 自己爱上一个男人,一个偏远山区初中毕业,比宋锦秀大十岁的男人,静格他说他遇上了真爱,他爱他的自由洒脱和野性,我跟他讲道理,他说我是偏见,老公跟他分析利弊,他说老公嫌贫爱父,就连我儿子劝他,他也说我儿子是个没有心的资本家,从那之后,家中再无宁日,更是没想到,这件事成了我们全家丧命的导火线,宋锦秀果然沉不住气,他开始天天在家里和那男人打电话,朋友圈里不停地分享甜蜜语路,老公企图和他讲道理,话还没 一说两句,宋锦秀就开始又吼又叫,边哭边往外冲了出去,老公担心他出事,连忙追了出去,我慢悠悠地带着手机跟了出去,宋锦秀哭得撕心裂肺,在楼下的花园里,终于爆发了最大的争吵,你们根本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,一个满足你们自己欲望的工具,只有我按照你们想要的方式生活,你们才会满意,我都已经21岁了,连我喜欢什么样的人,你们都要管,老公站在一旁,有些手足无措,小区的邻居指指点点,现在这些家长啊,还真是控制欲旺盛,对呀对呀,平 平是看起来和和睦睦的,没想到私底下是这样,甚至有人大声地说,道我说,你们做家长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,他们不是机器,你们不能再把自己的老旧思想,强加在孩子的身上,老公在商场上能够据理力争,可在生活上涉及自己的家人,那就是个傻白甜,他憋红了脸,就差被人指着鼻子骂了,却半天说不去一句话,宋锦秀哭哭唧唧,感激地看向为他说话的人,低头时,我就分明瞧见他眼中得意的神色,我站在一旁没有说话,只是看着我,当成名人培养的小姐,现在看起来,却 却像是个疯婆子,偏偏他本人还不知晓,以为自己多么惹人恋爱,才让人帮忙出头,压根忘了八卦才是人的本性,老公拉着宋锦秀道歉,这次的事情就这么过了,我对宋锦秀冷淡,他也对我不耐烦,虽然每天见面,却像是陌生人,我知道,他在对我没有松口这件事表示不满,老公私下劝我,让我不要把关系弄得那么僵,我只是看着他认真到无论我做什么事,你都会支持我吗,老公不明所以,却还是点点头,当然我无条件地持你,我还没有和老公说过上一世的事,不是因为怕 他不信,而是家里需要这样一个真诚挽留的角色,好让宋锦秀以为一切尽在他的拿捏中,我在他的动态里看到了新的回复,他说我大闹一场之后,爸妈果然对我放松了许多,而有人评论,天下就没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,他们虽然嘴巴硬,可只要你舍得下血本,最后退让的只会是他们,宋锦秀笑嘻嘻地回复道,嘻嘻是啊,这天宋锦秀说那男人要来这城市看看,他可住酒店太贵了,他打算让人住到家里来,C所以通知我们医生,让我们把房间收拾好,这么久来,我第一次 跟他说话,不行他开心的脸色被我的话语打破,恼羞成怒到凭什么,这也是我的家,我凭什么不可以把男朋友带回来,我轻飘飘地瞥了他一眼,摆了摆手十指步,这是我的房子,你的房子你得自己挣钱去买,他不可思议地张大嘴什么,天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,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吗,儿子刚好出差回来,听到宋锦秀的话,他微微地皱眉锦秀,你怎么跟妈说话呢,宋锦秀已经是怒气上头,他对我儿子咆哮,凭什么他说我就可以,我说他就不行,他根本就是重男轻女 根本没把我当成一家人,说着他赤红的眼对我喊道,既然你没把我当成女儿,那我们就断绝关系,以后老死不相往来,这样也好过了,彼此相看两相宴,老公刚好有事回来,听到这话呆至片刻,然后有些焦急到锦秀,你在瞎说些什么,宋锦秀像是坚定的信念,清秀的小脸半挂着泪,一脸被欺辱后,绝望又决绝的模样,他一字一顿,我说我要跟你们断绝关系,从此生死不复相见,我差点就要笑出声来,天知道我等他主动说出这句话,等了多久,但我 我面上不动声色,微微地低垂着脑袋,听着老公和儿子挽留,可越是挽留,宋锦秀就越是坚定,他一边瞟着我,一边说道,除非你们同意我和锦格在一起,对他像对我一样好,不然我们就断绝关系吧,老公他们还,想说我,陈生道你真的想和我们断绝关系吗,听到我的话,宋锦秀又激动起来,我和锦格是真爱,没了他我也活不下去了,他是我的天,是我的地,是我的一切,我打断了宋锦秀的抒情,语气坚定型,那就签了协议,今天就断绝关系,宋锦秀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,儿子和老公倒是赶紧来拉我,我小声道,以后再跟你们解释,两人无条件地相信我,听到我似乎有想法,不再多说,见我们三人围在一起,宋锦秀眼神闪了闪,断绝关系,就断绝关系,强制逼我分手,做梦我立刻喊了律师上门,将他带来的协议摆在了宋锦秀面前,他神色难看,却还是看都没看,硬着头皮快速地签了字,签完后他将笔甩,愤恨地动了我一眼,行了吧,我将协议仔细细地收起来,才笑道,这 他神心瞒我是不是,我丝毫不生气,还要去官方认证一下呀,怎么你不想去了,宋锦秀眼神闪了闪,还有什么官方认证,我漫不经心笑道怎么,舍不得了,看来你的真爱也不怎么坚定嘛,谁说的去就去,有什么了不起的,宋锦秀嘴上嘀嘀咕咕,却还是跟着我们出了门,老公和儿子眼神复杂地看我,欲言又止,但我丝毫不在意,给他们一个眼神,制止他们的骚动,我们直奔民政局,说要解除收养关系,宋锦秀皱了皱眉,收养关系,直到工作人员给他解 解除收养关系登记表时,他反应不过来,愣愣地问道,不是断绝关系吗,收养是什么意思,工作人员一愣,反复看了看,收养登记表资料显示,你是被宋家夫妻收养的呀,你不知道,不知道你来办什么解除手续,工作人员疑惑地看了我们好几眼,仿佛在确定,他是不是被我们这些大人忽悠的,宋锦秀满脸盲然我是被收养的,工作人员还想说些什么,被我打断了,怎么,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说要断绝关系吗,是亲生父母就要断绝,是养父母就舍不得了,我的话 外出,宋锦秀瞬间回过神来,他一脸恶意地看向我,我巴不得自己不是你们的女儿,既然你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,就更加没有资格管我和谁在一起,我摇了摇头,提醒他,可只要你是我女儿一天,我就绝对不允许你和他在一起,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宋锦秀,立刻拿过申请表填了起来,直到所有的手续办好,我才常常地舒了一口气,真好只要想到他还是我的女儿,我就得意,而现在,我们终于在血缘法律的关系上,不再沾染一点,上车时,宋锦秀想要拉开车门,我反手就把� 关上,在他愤怒的出生前提醒,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,这是我家的车,麻烦你不要碰,宋锦秀张红了脸,转身就去打车,我再次道,今天就把你的衣服搬走哦,但是那些奢侈品的包包首饰,你就不要想了,毕竟那是用了我的钱,不然明天我就全部给他处理掉,他回头瞪我我不要了,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很高兴,带着老公儿子去吃大餐,儿子看着我犹犹豫豫吗?这么对锦秀,这不太好吧,毕竟我们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,老公也皱,这眉头是啊,他从小到大都在我们身边,可 没吃过苦的,看着两人为宋锦秀那个白眼狼,真心实意的担忧,我忍不住叹了口气,终于我还是没忍住,说出了我重生的事情,儿子张大了嘴妈,你看笑吧,老公轻轻的扶上我肩头,老婆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,我知道两人很难相信,也不勉强他们马上相信,就像上一世,我也不能想到,我疼爱了二十几年的女儿,居然会想到我死,我只是说,你们只要答应我,无论如何不要给宋锦秀花钱,也不要见他,时间自然会让你们看清他,疑惑的种子已经埋下,见我说的笃定,两人到底是答应 结账的时候,我却发现了同样来吃饭的宋锦秀,和一个男人,那个男人我再熟悉不过,不就是那个设计杀我们一家的景格吗,男人站在他身后不动,明显的在等着他付钱,哦太高兴了,忘记第一时间冻结宋锦秀的卡了,见到我们,宋锦秀翻了的白眼,他没说话,只是硬气的将卡拍在服务员面前,我也当作不认识,两人静止擦肩而过,可那男人却笑着开口了,几位是锦秀的家人吧,我叫锦格,是锦秀的男朋友,我没有去想他,不过第一次过来是怎么认识 我们的,因为宋锦秀竟然和我们断绝了关系,哪怕我们死了,他也分不到一分钱,我只是瞥了一眼身旁的老公和儿子,然后轻飘飘地看着他开口不适,说完不顾对方瞬间顿住的脸色,走了出去,然后,立刻冻结消互了所有拿给宋锦秀的卡,我转头又去了商,厂才刚刚买下几件衣服,就看到宋锦秀又带着那男人,也来了店里,他取下最新款的衣服,在面前笔画,还拿着最贵的衣服,让锦格去试试,见到我时满脸不耐,嘴上叨叨,真是� 惊魂不散,因为是常来的店,售货小姐认识我们,见到我们气氛不对,售货小姐尴尬地开口,夫人和小姐闹矛盾了吗,宋锦秀很大声哼了一下,谁和她闹矛盾啊,我们可没有关系,售货小姐尴尬地打圆场,小姐这事还在闹脾气呢,夫人别见怪,我语气欢快,半点没有收获,小姐担心地生气,她说的对,我们没有关系,她曾经是我的养女,今天正式解除了收养关系,所以我们确实没有关系,以后她买的任何东西都和我家无关,售货小姐一惊,她快 快速地打亮了一旁,还在孔雀般得意的宋锦秀,轻声地回着指导了,我带着购物成果出门时,还听到宋锦秀高呼这些全部包起来,我心中发笑,她不会还以为自己是那个,随便买买买的宋家小姐吧,那顿饭就当是给她践行了,可以后我可不会再许她花宋家一分钱,我提着购买的大堆东西,慢悠悠地走到停车场时,宋锦秀拦在我车前,似乎是跑得匆忙,一向爱美的女孩子,这会衣着凌乱,发丝乱舞,她气呼呼地开口,是不是你 做做地劝着声音,生怕我听不到,锦秀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,快道歉,宋锦秀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低头,男人越劝她,她越是觉得自己没错,她昂着头继续质问我,你凭什么冻结我的卡,你知不知道刚刚我付不出钱有多尴尬,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难堪,好逼我跟你认错,我看他俩像在看情景剧,可宋锦秀的话实在太搞笑了,我没忍住笑出声来,宋锦秀啊不,你应该改名叫李锦秀的,李锦秀,你不会觉得断绝关系只是在过家家吧,你又不是我们宋家的女儿,你凭什么花 把我宋家的钱啊,宋锦秀憋红了脸,小声的反驳,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伙同起来骗我,我扑斥一笑李锦秀,没人有着耐心陪你玩,你这么有骨气,就应该有自知之明,自食其力,而不是来质问我为什么不给你钱用,宋锦秀脸色通红,却不知道怎么反驳,健庄的男人开口阿姨,锦秀还是孩子,你们之间也存在误会,您别生气,我会好好的劝劝锦秀的,男人分明是低声的劝解,可眼中蕴含的野望却摇曳出来,也就宋锦秀这白痴,相信他是纯真 洒脱,我摆了摆头,阻止了他的长篇大论,我和李锦秀之间没有误会,大家都是成年人,有选择生活的权利,我很支持你们在一起,但这是你们两个人自己的事情,有什么事就自己解决,我也祝福你们长长久久,两个祸害,希望你们长长久久的彼此折磨,那男人还想再说,被像锦秀打断,他像头发怒的狮子,呃狠狠到用不着你操心,你既然无情,就别怪我无意,现在你们说我不是你们的女儿,以后你们生老病死,可别来找我养老,说完就急冲冲的拉着男人走了雨,气中了恼怒, 似乎完全忘了,提出断绝关系的人是他自己,我带着老公儿子去了各处度假,有了上一世的记忆,我更加注重一家人享受生活,在而海边喝着下午茶时,家里监控发来报警声,是宋锦秀跑回了家,见开不了门,直接请了开索人员上门,而我新装的系统,没有采集宋锦秀的信息,我直接报了警,说有小偷进门,很快的警察就上门了,宋锦秀顶着开索人员质疑的眼光,将着脸说自己是屋主的女儿,但警察没买账,让他打电话给屋主,于是他打 给我们,结果都接不通,因为我全部把他拉黑了,终于,他抱红着脸,让警察打电话给我沟通,电话一接通,他就抢先开口吧,为了逼我,你们全部把我拉黑了,我压根没搭理他的话,直接对警察说道,同志你好,他是我曾经的养女,前段时间应他所求,我们已经办理了,解除收养关系的相关手续,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关系,也完全不知道他偷偷的想要进门,我不知道,他,是想仗着大家还不太清楚我们的关系,盗窃还是反悔,想要蓄意报复,但我觉得很危险,希望同志可以按规定处理,听到我的话, 宋锦秀急了吗,咱有话好好说,我跟你认错,你先让警察回去好不好,和我说完,又转头哀求警察同志,我妈就是生我气,跟我闹脾气,想要给我一个教训,你就让我们自己私下处理吧,警察见我们关系复杂,有点为难,但我坚持,自己和宋锦秀已经解除了关系,现在就是陌生人,最后在我的坚持下,宋锦秀喜提教育谈话,还拘留了几天,我笑笑就继续度假开心了,只是为了防止老公和儿子私下被他找,我还是给他们说了这件事,老公静默半天,才憋出一句,这孩子怎么这样了,儿子 担忧到妈,这是不是做得太过了一些,听到儿子的话,没等我解释,老公立刻反驳之前他在家闹的时候,你又不是不知道,你妈让他回家拿东西,他说什么你还记不记得,老公顿了顿,看见儿子慢慢眼下了神色才继续,是他自己说不稀罕,既然他不稀罕,现在偷偷的找人开锁是什么意思,这是偷是妾,他虽然以前是家里的一份子,但我们好好地教养他,给他不属于你的一切,他就是这样成长的吗,一个教养出来的妾,我可不认这样的女儿,你脑子可清醒点吧,可以同情若小,但是非观念都不要了吗,� 被老公一顿说理,儿子终于安静了,儿子天性善良,又和宋锦绣一起长大,从小就宠他,对于现在的家庭走向,他一直心怀愧疚,所以我欣赏他的善良,但我更希望他成长得有棱有角,对于宋锦绣他总会看清的,度假回来一段时间后,我接到了宋锦绣老师的电话,他说宋锦绣已经好长时间没去上学了,问我怎么回事,老师语气不太好,想来是被宋锦绣无故换个气道了,我简单地解释说,宋锦绣只是养影,现在已经解除收养关系了,老师问道,那现在 谁是他的家长呢,可以给我一个联系方式吗,他父母眼歹都去世了,有什么事,就联系他本人吧,老师呃呃呃的半上才开口,可宋锦绣还没毕业呀,这不是断他前程吗,我心里吃笑一声,宋锦绣都敢想要我的命了,我还考虑他前程做什么,我巴不得他烂在你里一辈子受苦,可嘴上我却礼貌地笑道,他可以勤工俭学,也有助学贷款,甚至成绩优异的话,他还可以争取奖金,他自己的人生,可以全凭他自己做主,可是老师还想再说些什么,被我打断,当然如果老师觉得可惜, 想要自助宋锦绣,他应该也会很高兴的,听到我的话,他开始支支吾吾的不作声,见状我就挂了电话,旷客事件没多久,我就在长区的商场,遇到了宋锦绣和锦阁,两人手挽着手,笑得甜甜蜜蜜,宋锦绣几乎全身重量,依靠在锦旗身上,不时的伸手摸一摸肚子,我挑了挑眉,他这姿态,该不会本想转身离开,宋锦绣挽着锦阁拦在了我面前,姿态高傲嘛,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你要当外婆了,我抬手制止,可别 锦绣在一旁笑的文雅阿姨,您别生气了,锦绣再怎么样,也是您看着长大的,杨更比诗人重,你们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,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,锦绣就是嘴巴硬,您放心,以后我和锦绣一定会孝敬您的,YC我摆了摆手,不用在我面前显眼,反正我们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了,说完看着锦绣的眼睛,笑着补充道,当然钱也是一分都不会给他的,我可不会要这么愚蠢的女儿,锦绣眼神一变,假装的良善,差点维持不住送锦,锦却还在嘴硬你的钱我才不� 锦哥会对我好的,却没见到锦哥听到他的话,脸色更难看了,宋锦绣彻底的羞血了,他的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,原本想要靠他拿到钱的紧急,对他也慢慢的不耐烦起来,偏偏宋锦绣还没怎么察觉,天天分享自己的甜蜜动态,还说还和我和家里断绝关系了,现在真是太幸福了,有人劝他说,再怎么样也不该和家里断绝关系,他却说到,他们又不是我亲生父母,还一天天的管着我,烦死了,他们就是想把我当成工具,以后做个连衣的棋子,我才不会如他们所愿,话讲 到这里,倒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,不少人认同他勇敢地追求真爱,还有人说姐妹,我懂你当连衣工具,真是太恶心了,我们是人,可不是什么物件,对啊对啊,他们之所以给我们花钱,还不就是为了把我们包装成更好看的花瓶,以后卖个好价钱,这些话看得我一愣一愣的,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,但对于宋锦绣,我们可从没想过给他连衣,如果他选择的是优秀又值得托付的人,我们根本不会阻止他,宋锦绣秀恩爱没多久,锦哥就单独地找上了我,他一改文雅的假面,眼中的 贪念不再掩饰,开门见山道我可以离开宋锦绣,但是我要这个数,他伸手比了比五指,我慢悠悠地戳了口咖啡五万,他恼羞成怒到是五千万,见我没有太多反应,他又放松了姿态,学着我的样子,喝了口咖啡,霸气十足到宋家,娇养长大的千金小姐,比起宋家的名声和宋锦绣莲姻带来的利益五千万可不多,我嘖嘖两声,摇了摇头,你找错人了,宋锦绣连五块都不止,你要不要离开他,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,说着我笑道, 其实我还挺希望你们一直在一起的,至少你,可是他舍弃一切也要在一起的,真爱啊,在我这里没讨到好,景哥又转嫁了我老公和儿子,但我早就说过,不许给宋锦绣这边再花一分钱,也不许给他们,景哥根本连他们的面也没见到,于是他想办法碰瓷,终于见到了他俩,却被直接了断地拒绝了,多次受挫后,景哥咬紧牙关,骂骂咧咧你们好得很,等着吧你们会后悔的,我以为景哥说的让我们后悔,是用车祸之类的事情,伪装成意外害死我们,或者造谣声势 破坏公司名声,没想到他把宋锦绣给卖了,他把宋锦绣卖进了古老偏僻的山村,作为几个老男人的妻子,我听到高心情的侦探带来的消息时,都惊呆了,没想到原本一对愿我走向的情侣,最终走成了犯罪,要不是侦探机灵手段多,又是个大男人,差点也被困在里面,可即便是这样,他也多多转转,花了半个多月才回来,侦探给了我拍到的很多照片和视频,有遇到这种情况,我们要报警吧,这已经不是私事了,YZ我面色沉静,告诉他交给我� 侦探走后,我的内心却久久的不能平静,一方面,想到上一世宋锦绣的所作所为,我就恨不得他吃尽所有的苦楚,这些苦楚我不能亲自上手,就应该让他自食恶果,而现在我相信绝对是他过得最痛苦的时候,可另一方面,同为女性,也是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,我能接受他的人生过的苦,却不愿意他是因为拐卖过的苦,因为拐卖本就不该存在,我想了很久,想让宋锦绣再痛苦两天再去报警,没想到儿子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,发现了那些照片,他一边带人去救宋锦绣,一边报了警, 警哥因为没料到有证据还在逍遥,被警察逮个正着,而顺着警哥这条线,意外地扯出了一根链,解救了好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,送锦绣被带回来时,已经被折磨得瘦了一大圈,直接住进了医院,听说他被关在柴房里,满身都是污秽和瘀青,我心情有些难言,儿子安慰我妈,你体会了上一世的苦,所以你很纠结,这没什么,只是锦绣现在这样也实在可怜,等他出院了,就去我那里住一段时间,等他好了,我再让他自己出去谋生,我眼神复杂地看了 看他,没有拒绝,只是给了他一个提醒,宋锦绣住进了儿子家,他似乎真的有所悔悟,又恢复了曾经乖巧娇俏的样子,只是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一丝小心翼翼,这让儿子更加心疼他,但我不敢小看他,依旧对此表示观望,果然公司即将上市,前一天,爆出了宋家女儿原来是同养席的丑闻,几张宋锦绣带着肚子,挽着儿子进出家门的照片,几张错位接吻照,几张两人同睡一张床的照片,一时之间冲上热搜,儿子神色难看,时不下 因为那几张床照就是自拍,除了是宋锦绣自己拍的,不可能有别人,宋锦绣闯进家门,捧着打印的热搜截图,摔在桌子上,笑得花枝乱颤,他的眼里满是恨意,要不是你们,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儿子满眼不可置信,你怪我们,宋锦绣笑得畅快,当然是你的错,要不是因为你们不肯给我钱,警哥也不会把我卖了,你们有那么多钱,给我一点怎么了,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,那你们也别想好过,不是不给我钱吗,那你们也一起破产吧,谁也别想有钱用,儿子站起来还想和他讲道理,可我们就不 我们早就让你好好考虑,是你自己非要和警哥在一起,还和我们断绝关系,宋锦绣嘲讽道,好好考虑,考虑什么,按部就班的成长为宋家的棋子吗,然后去联姻,换成宋家的利益,我告诉你们,根本不可能,你们别想左右我的人生,听到这里,儿子终于死心了,因为他最知道,一家人有多么真心实意的宠爱,宋锦绣他小时候,老公就说要穷养儿子富养女,因为男孩子需要多打磨,才能知道生活的不易,长大更能承担责任,YZ儿女儿,当他得到物质和精神的满足,以免他将来眼 眼界太低,被人轻易的哄骗,所以,宋锦绣绝对是得到了更多宠爱的那个,可他的心里,似乎完全不认同这一切,儿子眼下情绪满脸淡漠,所以你以为你就成功了吗,宋锦绣晃晃手机,显而易见,我赢了,儿子摇了摇头,那你再看看,宋锦绣狐狸地看了看儿子,然后打开手机,警号宋家好人,警号宋家澄清已经冲上热搜,当然这也少不了一些超能力的助理,澄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宋锦绣的收养情况,宋锦绣与警阁的来龙去脉 以及一些他的个人用表,儿子家里各处的摄像头拍到的视频,他房间的摄像头视频,同时还公开了宋家多年来的公益情况,特别是儿子房间的摄像头拍到的,视频里,儿子喝了些酒睡下后,宋锦绣悄悄地进门,脱下衣服,对着镜头搔手弄姿,全过程一清二楚,一时之间,舆论快速地反转,同时,宋锦绣两次跑到家里来闹的视频,也悄悄地发了出去,见过白眼狼,没见过这样的白眼狼,这托天赋贵你不要,我要爸妈,我肯定很乖,我特别无� 愚蠢的女人,为了一个男人,家人不要,学业也不要,最后过得不好,居然说是因为家里没给他钱导致的,无语死了,我真的无语死了,看到对他的一片骂声,宋锦绣一声尖叫,怎么会我慢悠悠道,怎么不会呢,儿子的房子本来没有安装摄像头,可他要接宋锦绣去家里,所以除了厕所和宋锦绣住的那间房,全部被装上摄像头,正好警察也上门了,宋锦绣因为造谣被带走了,公司上市的事情,因为宋锦绣事件的宣传,又因为宋家长期低调地做好事,反而 最后没有被处罚,因为他疯了,他接受不了自己的一败涂地,彻底地成了疯子,他疯疯癫癫地奔跑,摔了一脚,大月份的孩子没有保住,自己也丢了半条命,他没人照料,又总想攻击人,被送进了精神病院,我们一家都没去看过他对,于他,我们所有人都当他不存在了,听说他有时候会说自己是宋家小姐,有时候又说自己不该是现在的结局,也有时候会说自己不该断绝关系,但这些都不重要了,这一世我和老公儿子过得很幸福,全文完,感谢观看